讲述过去的故事,唤醒陈锋的记忆。这里是小豆之历史,本期给大家分享的民间故事是,民间故事,男子砍柴,将母蛇的心挖空,母蛇临终前说,感谢救命之恩。 明朝年间,南宁府横县常寨村,有个叫徐有良的男子,徐有良的母亲,在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因为男产死了。所以,徐有良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,都说没娘的孩子像根草,徐有良就是村里的那根草,父亲徐老汉是个大男人,哪里会什么照顾孩子,他老来得子,连自己都还不会照顾,你让他去照顾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。 这不是开玩笑吗?好在徐老汉经常有去城里做工,以前夫妻两个省吃俭用,也攒了一点钱,徐老汉就请隔壁的黎沈照顾了,每个月给黎沈一点钱,就当是照顾儿子徐有良的费用了。 黎沈也是个好心人,虽然是收钱办事的,可是却把徐有良照顾得很好,徐有良从小就白白胖胖的,可招人戏罕了。 黎沈只是个照顾徐有良的邻居,也不是徐有良的亲生母亲,这别人家的孩子放在这里寄养,哪里敢说一句或者是骂一句,都是把徐有良当成个宝宠着。 因此,徐有良就被宠得无法无天,非常调皮,村里的一些婶子和伯伯,看见徐有良如此调皮,也只能哀声叹气,对于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,村民还是善良的,知道徐老汉不容易,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徐老汉也知道自己的儿子调皮,每次做工回来,都会给乡亲们带点好吃的,堵住他们的嘴。 他一方面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儿子,不仅没有母亲的照料,还在很小的时候将他交给离婶,另一方面儿子那么调皮,老是给村民惹麻烦,他真的很不好意思,幸亏村民都是善良之人。 他觉得自己很幸运,就在大家觉得徐有良已经无可救药的时候,他却变成了一个懂事的孩子,究其原因是因为徐老汉的死。 那一天和往常一样,徐老汉在县城干完活,劫完工钱,就匆匆忙忙地回常寨村了,在回村的路上,徐老汉因为图快捷,就走了小路,可是小路上却有几个土匪在等着他。 其实,如果论赤手空拳比武的话,这几个土匪根本就不是徐老汉的对手,怪只怪这群土匪当中,有人是用毒高手,那人的手中有一只毒蜘蛛经过几番较量。 徐老汉败下阵来,他身上的钱财都被抢劫一空,看着几个土匪远走的背影,他的视线渐渐模糊。 还好路过几个昔日的工友,虽然是隔壁村的,却也和徐老汉打过交道,赶紧背起他回村了,徐有良这才有了机会可以见自己的爹爹最后一面。 在弥留之际,徐老汉让所有人都出去,他从脖子上拿下一块玉,对徐有良说,孩子,我本不想让你继承这一块玉,但是如今不得不这么做。 记住,你是守蛇之人,将来定会和蛇打交道,出门记得带蛆蛇粉,雪山的灵蛇一族。 徐老汉还没有说完,就铁青着脸去世了。 此时的徐有良已经十岁了,他平日虽然顽皮,但是爹生前的嘱托,他不敢怠慢,赶紧藏起爹给的玉,然后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给父亲办了葬礼。 也许是父亲的死给了他太大的打击,让他一下子就长大了,徐有良再也不淘气了,他学着自己做家务,自己上山砍柴,什么事都亲力亲为,有时候还会帮隔壁邻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 他看见李沈年纪大了,就会将自己砍来的柴分一半给李沈,他觉得隔壁赵伯伯种田很吃力,就会自己撩起裤脚,帮着去田里插秧。 大家看见徐有良的变化,既欣慰又难过,欣慰的是这孩子终于长大了,学会为别人想了,难过的是这孩子成了孤儿,再也没有亲人了,所以大家都格外宠爱徐有良,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对待。 徐有良虽然一个人住在自家的房子里,可却是吃百家饭长大的,徐有良每次一吃完饭,就会主动去刷碗,刷完之后就马上回家了,不想给邻居添麻烦。 其实徐有良也不是故意这样的,因为跌跌死的时候给了他一块玉。 徐有良虽然不知道这块玉是干嘛的,但是自从他把这块玉带在身上之后,的确特别吸引蛇的注意,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吸引来一大批蛇,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但是即便他听父亲的话,时时将驱蛇粉带在身上,可是那驱蛇粉是有时效的,过了几个时辰便要重新换,不然就没有药效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,徐有良已经长成了一个坚强的少年,他如今已经十六岁了,在村里除了去后山走走,就是帮帮左邻右舍的忙,给他们打打下手。 他决定和村里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去城里讨生活。 他翻山越岭,到了城里,问问这家客栈,没有要招人,他又问问那家店铺需不需要伙计,也没有人要伙计,他从早上天刚刚蒙蒙亮就来县城了,就是途径山上的时候摘了几个野果吃,还有就是吃了黎神给他准备的几个大馒头,此后再没有吃过东西了,现在已经是下午了。 他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,就是怀里还有几个铜板,花完这几个铜板再找不着活儿,他就要回村子了,毕竟没有那么多钱让他挥霍。 他亮亮呛呛地走在大街上,沿街的两边不是好吃的就是好玩的。 可是都与他无关,他告诉自己要憋着,因为他已经没有钱了,可能是太阳太大了,他一转身就不小心晕了过去,等他醒来的时候,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破旧的床上,他看看四周,虽然房子破旧,但是周围收拾得干干净净,没有让人感觉到有什么不是。 他正纳闷,自己在哪里,一个中年大婶进来了,对弟徐有良说道,你终于醒了,这是我家,我老伴看见你晕倒在街上,就将你抬回家了,你应该是中暑了,现在可有好点吗? 徐有良抖动了一下自己的身子,肚子发出了一阵咆哮声,那婶子看见了又说道,哈哈,看来你是饿了,来和我一起吃点吧,你叫我周妈就好。 他们都这么叫我,徐有良站起来,才发现周妈住的这个破屋,就在他刚刚晕倒的那条街的对面,那条街看上去非常热闹,都是铺子,而周妈这边住的都是没有钱的穷苦人家。 徐有良看着周妈给煮的面条,狼吞虎咽,三两口就将面条给吃光了,毕竟才十六岁,徐有良还在长身体,一碗面条还不够,周妈又给他拿了自己做的馒头,这下徐有良的肚子才真的吃饱了。 他放下筷子的那一刻,周妈老伴赵老汉回来了,他看见徐有良,笑着说,小伙子,你终于醒了啊,刚刚你晕倒在我的脚边,可吓死我了,看你也是刚刚来城里找活吧,不容易啊,就把你带回家了。 赵老汉刚一说完,两条腿就好像不听使欢一样跪了下来,一直喘着粗气,周妈和徐有良赶紧将他抬到床上,徐良纳闷,刚刚还好好的,怎么就变成这样了? 他往床上一瞧,发现赵老汉的双腿已经变成了一条巨型的蛇尾巴,徐有良吓得从床边跳了起来。 原来你们是蛇妖,你们是不是想吃我才将我带回家的? 他摸了一下身上的蛆蛇粉,不好,蛆蛇粉已经没有了,难怪这蛇妖能接近自己,不然任何蛇都是不能近身的。 周妈知道老两口的秘密被发现了之后,瞬间移动到门口,将门关上,徐有良吓出了一身冷汗,以为自己要葬送在这两个妖怪的手上了,哪知道周妈二话不说,就跪了下来, 然后祈求道,年轻人,我们并非是要置你于死地,我们只是想要过安稳的生活,哪知道火焰山的红蜘蛛一族一直在打击我们蛇族。 我老伴才受伤的,虽然我们知道你身上带着蛇欲才吸引了我们,但是我们是真心想救你的。 周妈说的真心实意,徐有良也被他的一番话感动了,听完之后也没有那么害怕了,于是问道, 不好意思,我刚刚只是太害怕了,你们也算救我一命,我也要帮你们,我该如何做才能帮大叔呢? 周妈刚想说,却被赵老汉拦下,说道,老婆子,别说,不能让别人为我们冒这么大的风险,我死了就死了,害别人做什么? 可是你,你要是真走了,留我一个人在世上。 我还有什么意思,我不如现在和你一起去了得了。 周妈拿出厨房的菜刀想往自己身上挥去,却被徐有良一把拦了下来,说道, 周妈,快说,我要怎么才能救赵大叔,再不说就来不及了。 周妈缓了缓自己的情绪,告诉徐有良要去雪山,找灵蛇,可惜那灵蛇是雪山的守护神,若是看见有人进入他的领地。 他会对那个人进行惩罚,徐有良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,他一个孤儿,无父无母,就算死了,也是没有人知道,更何况是报答自己的救命恩人,他决定冒险一去。 出发前,周妈将家里的那件狐狸皮斗篷给徐有良披上,说道,一定要小心,若是灵蛇真的不肯帮忙,就算了,自己曾经对他做了很多错事,死是应该的。 周妈还没说完,徐有良就急着出发了,他骑着周妈给他的马匹,到了雪山的山脚下,考虑到马儿进山的话可能不太方便,就将马儿拴在山脚下,自己一个人进山了。 他在山上走了很久,方圆几里之内都没有看见任何动物,更不要说什么灵蛇了,要不是周妈给了他一件斗篷,恐怕连徐有良自己都要冻死在雪山了。 天渐渐暗了下来,眼前白茫茫一片,徐有良盯着雪山看了一天,眼前的一切都已经模糊了,他不知道这白茫茫的颜色会给他的眼睛带来那么大的伤害,他好不容易找了一块被封的山丘,躲在山丘下想休息一会儿,然后再进山看看。 就是这稍微依靠,让徐有良的身体开始僵硬起来,他想起身。 可是周围太冷了,他渐渐地失去了意识,晕死过去。 就在他晕倒的期间,他又感觉到身边有一团火在烤,他觉得有一丝丝的暖意流进了他的身体,使得他的身体不再僵硬,可以动了。 他睁开眼,一抬头,就看见眼前有一团火苗在网上窜。 火势很大,将周围都照亮了,徐有良这才发现自己在一个山洞里,火苗的旁边还立着一条蛇,跟人一般大小,将徐有良吓了一跳。 他想,这莫非不是灵蛇吧? 便弱弱地问道,请问是灵蛇吗? 那蛇本来是背对于徐有良的。 听到徐有良的声音,赶紧转过身,吐出了自己的蛇信子,说道,人类,你为什么要擅闯我的禁地? 难道你就不知道我会惩罚你吗? 虽然这蛇和他人一样高大,可奇怪的是,徐有良一点都不害怕,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,便回道, 我只是想报答别人的救命之恩,别无其他的想法,他们告诉我,只有你能救他,我不知道是为什么。 你若能救他,我会感激不尽的。 徐有良说话间,他胸前的那块玉开始闪动,灵蛇像是察觉到了什么,便问道,这玉可是你的。 徐有良说,这是他爹爹留给他的玉,说是蛇玉,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他带着,他就是把这玉当成思念父亲的一个纪念而已。 那灵蛇忽然掏出一把柴刀,对徐有良说道,你将山洞里的这棵树砍了看看。 徐有良觉得莫名其妙,好端端的为什么要他砍柴,既然灵蛇说了,就照做吧。 他这命也是灵蛇救的,就拿起柴刀,砍了过去,这树没有倒,他又砍了一刀,那树有了一点摇摇晃晃的样子,他有点灰心了,不想砍了,停下手中的动作。 可胸前的玉却越发地亮堂起来。 将一道光射入柴刀,徐有良不由自主地拿起刀,将那棵树给砍倒了。 树到之后,灵蛇的腹部隆起了一大块,像是里面有个孩子要出来,灵蛇在山洞中痛苦地咆哮着,一遍又一遍嘶吼着。 徐有良赶紧走过去,看看怎么回事,等徐有良一靠近,那灵蛇的情绪就稳定下来,灵蛇对徐有良说,你是徐家的后人吧,我在这里等你多时了,这雪山有一部分早已被火焰山的红蜘蛛控制,他们还想杀害我,我拼死用这棵树封印了肚子里的孩子,等待徐家守舌人的到来。 你的这块蛇域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可是徐有良见母蛇快生了,想起自己先前去山上的时候,经常救助小动物应该是相通的吧,就叫母蛇赶紧躺到地上,不要多想,它会将孩子从腹部拖出来。 还好这灵蛇体型巨大,它用那把柴刀也可以在腹部割出一道口子,它将那道口子拉大了,小蛇的尾巴已经一摇一晃响出来了,徐有良再次用柴刀将腹部割深一点,那小蛇一下子就窜出来了。 可是这小蛇出来之后,只是摇动了几下尾巴,上半部分的身体僵硬。 根死了没两样,这可急坏了徐有良,母蛇叫徐有良不要着急,听他把话讲完。 原来徐氏一族是曾经侍奉凌蛇的人类,他们一直在民间将自己的身份藏起来,必要的时候才会赶赴凌蛇的身边,可是六年前徐有良的父亲因为死得突然,便没有赶赴到凌蛇的身边。 因为凌蛇的这个孩子本该在六年前出生,红蜘蛛一族不仅派他们的人找到徐老汉并将他杀害,为了抢占雪山的地盘,还派出自己的大将,趁着凌蛇要生子,法力虚弱,将凌蛇包围得水泄不通。 幸好这雪山是凌蛇的地盘,他事迹逃走,将自己的气息藏了起来,也将自己的孩子封印在自己的肚子,暂时不出声。 可是这样做是有代价的,就是一旦孩子出生,就会没有心,若要救活这孩子,就只能将母蛇的心挖空,移到小蛇的体内,才能让小蛇存活,所以接下来,徐有良还要将凌蛇的心给挖空,移到小蛇的身上。 徐有良觉得这太残酷了,他不想这样做,可是母蛇说,如果在他和孩子之间,他肯定会选择救孩子,而不是自己,因为这孩子是凌蛇一族的希望。 红蜘蛛一直攻占雪山,这雪山快要溢主了。 徐有良听得感动,答应母蛇,会将他的心挖空移到小蛇的身上。 在母蛇的指导下,徐有良将脖子上的玉佩取下,靠近母蛇的心脏,那玉佩变成了一把刀,控制着徐有良的一举一动,将母蛇的心挖空,然后移到了小蛇身上。 小蛇顿时活蹦乱跳,母蛇将自己的头伸过去,点了一下小蛇的头,小蛇头上的一道闪电消失了,然后变成了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。 母蛇临死前,对徐有良说道,谢谢救命之恩,请将他养大。 不要告诉他是灵蛇一族,我只想他快快乐乐,当个人类也不错。 可是徐有良忽然想起了什么,问道,那赵大叔怎么办,我虽然救了你,可我主要是来要你就赵大叔的,你若死了,赵大叔不就没救了吗? 灵蛇继续说道,你将孩子抱过去,和他们说明一切,他们自会明白,灵蛇说完,就化成一道烟,不见了。 徐有良只好抱着一个女婴,将自己身上的斗篷给婴儿包上,然后向山下走去,他以为那马儿这么多天会被人牵走,哪知道他还在原地等自己。 就骑上马儿,赶紧回周妈那儿了。 周妈见到徐有良,那颗忐忑的心终于放下心来,他激动地说道,走了那么多天,他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,回来就好。 他又看了看徐有良怀里的孩子,问道,这孩子是。 徐有良将自己在山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周妈,周妈这才知道,原来徐有良是守舍人的后代,他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缘分,可能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吧。 他赶紧将徐有良手上的孩子接过来,然后取下徐有良脖子上的玉佩。 周妈抱着孩子走进屋里,然后将玉佩放到赵老汉的腿上,怀中的孩子突然哭闹起来。 他哭闹的时候,那颗心从孩子的身上飞出来,不停跳动,还发出了光,和玉佩上发出的光一起,射入赵老汉的身体,赵老汉的身体一下子就恢复了。 之后,一切都恢复了原样,周妈也将玉佩还给了徐有良。 接着,周妈就和徐有良讲了他与灵蛇的故事。 周妈和赵老汉都是灵蛇一族,周妈本是灵蛇身边的丫鬟, 可他爱上了赵老汉,就在灵蛇一族和红蜘蛛一族开战的混乱时期,和赵老汉私奔了。 灵蛇对周妈很好,所以周妈心里一直有个心结,就连赵老汉被红蜘蛛一族所伤也不敢去找主人。 于是就叫徐有良去找灵蛇,他早就做好了不被原谅的准备了,没想到主人竟然死了。 他的心里十分悲痛,现在手上的这个婴儿就是自己的少主,他一定会帮助徐有良好好抚养少主长大,让他做一个快乐的孩子。 可是徐有良才十六岁,忽然有了个孩子的话,怎么都说不过去,再加上这孩子突如其来,肯定会被红蜘蛛一族发现,所以周妈和赵老汉就决定搬到长寨村。 说,这是他们的孩子,两个人老来得子,这样就没有人怀疑了,也可以和徐有良一起抚养这孩子,毕竟灵蛇生前所托的是徐有良,他才是守蛇人。 徐有良觉得这个办法很好,他就先回村子了,周妈没过几天就带着孩子来了,还住在了徐有良的旁边,和徐有良成了隔壁邻居。 小女孩一天天长大,取名叫周星儿,总是喜欢缠着徐有良,喊徐有良干爹,对徐有良寸步不离。 时间一晃,又过了十六年,兴儿也十六岁了,而三十二岁的徐有良还是没有娶妻生子,因为徐有良觉得他身为守蛇人, 到他这一代就好了,他不想要他的下一代在背负守蛇的命运,所以就不打算成亲要孩子了,将兴儿养大就是他的使命。 兴儿很是调皮,可能是身为蛇的天性,他非常喜欢到后山打猎,离沈的孙子大牛喜欢兴儿,兴儿想干什么,他总是陪着, 这一日也和往常一样,两个人一起到后山打猎,可兴儿总是不走寻常路,他尤其喜欢走捷径和小道。 大牛告诉他,那些小道很危险,他总是不听,由着自己的兴子来。 谁叫大牛喜欢兴儿呢?只好跟着兴儿到处跑,去那些小路上披荆斩棘,一会儿之后就抓了好几只野鸡和野兔。 这时候,有一群凶神恶煞的人出现在小路上,将他们两个拦住,说道,快将你们的猎物放下,然后滚,这里是我们的地盘。 说话间,几个人就将兴儿和大牛踹了好几脚,然后打到了地上,兴儿被踢得晕了过去,然后眼冒金星,大牛不停地向那群人道歉,然后抱住兴儿,不停地摇晃兴儿的身体。 说道,兴儿,兴儿,快醒醒,我是大牛,急得差点快哭了。 这时的兴儿忽然睁开了双眼,额头上出现了一道闪电,面目猙獰,将一旁的大牛推开,对那群土匪说道,你们可知道,我是灵蛇一族的神女,竟然敢放肆,她的所有记忆全都涌上心头。 那群土匪中一个手上有蜘蛛的人站了出来,说道,你在说什么,灵蛇一族早就覆灭,被我们红蜘蛛一族给灭了,你还胆敢说自己是神女,简直是胡扯,结结结结结结,兴儿听了之后更加愤怒了。 她的身上发出了金光,嘴里喷出了火焰,将那群土匪全部给烧死了,可能是刚刚苏醒,用力过猛,她自己也晕倒了,接着额头上的那道闪电就消失了,变得和平常一样。 大牛看见兴儿刚刚的模样,觉得有点害怕,不敢过去扶她,她摔下去的那一刹那,周妈,赵老汉,徐有良,全部都赶到了,周妈将兴儿揽在怀中,大牛也跟着他们下山了。 原来徐有良在山下的时候,脖子上的玉佩有了反应,她赶紧喊周妈和赵老汉一起上山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果然出事了,苏醒后的兴儿终于知道自己的身世,她想起了一切,抱着周妈在那里哭泣,周妈安慰道,哭吧少主,是我没有照顾好你,少主,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,主人只想你健康快乐就够了。 兴儿望着周妈,泪眼婆娑地点点头,就在他们说话的间隙,周妈家的门被一群人踹开,周妈一看,不好,是火焰山红蜘蛛一族的首领,刚刚在山上的时候,有人事先逃走,去通风报信,领来了红蜘蛛一族的首领。 那首领看见兴儿,说道,原来当初还有个余孽没有除干净。 张草不除根,春风吹有声,今天就让你们全部灭族,结结结结结。 兴儿也正因为这个事情,心里难过,一听到对方说灭族两个字,心里的气不打一处来,便说道,你灭了我的族人,还敢这么嚣张? 今天,我要让你尝尝灭族的滋味,兴儿刚刚说完,他头上的闪电又出现了,从这闪电发出了一道道光,这光不断地射向敌人,让对方无处可逃。 红蜘蛛的首领看对方被惹怒,就改变了目标,将自己手上的蜘蛛甩向后面的周妈和赵老汉,没想到兴儿早就在他们身上布了结结。 那蜘蛛一爬到他们身上,就自动灰飞烟灭了。 好家伙,果然有一手,难怪当年我爹灭你们一族,费尽了我红蜘蛛一族所有的心力,连我爹也差点惨死,还挺有本事的。 不过不知道你能不能逃得过我这一关,我要让你灵蛇一族不再有一人存活于世上,接着那首领就将手中的蜘蛛变大,那只变大后的蜘蛛吐出了一圈又一圈蜘蛛丝,那些蜘蛛丝比麻绳还要粗壮。 更可恶的是,这些蜘蛛丝是有毒的,只要轻轻地一碰,无论是人还是石头都会被腐蚀掉。 非常可怕,首领将蜘蛛的尾部朝向星儿,一团又一团地撕往星儿的方向射去,星儿忽然化身成一条和人一样大的白蛇,从白蛇的口中吐出了毒液,将所有的蜘蛛丝都化为灰烬。 最后那毒液通过回弹的几条蜘蛛丝,到了蜘蛛的体内,那蜘蛛丝虽有毒,可却毒不过白蛇,整个蜘蛛的身体自行缩小到和原先一样,然后砰的一声,炸开了。 首领见自己的蜘蛛,竟然这样死掉,心疼地喊道,我的蜘蛛,不,你,他们眼见自己打不过星儿,准备逃了。 哪知道,星儿就是哈了一声气,就把他们全都熏晕了,接着就心仇旧恨一起抱,将这群人抹了脖子。 星儿趁机顺移到雪山,将红蜘蛛一族的所有人都给剿灭了,那些灵蛇一族的人都纷纷出来迎接他们的新主人,可是星儿没有留在雪山,他只是留了一片蛇鳞在族人那里,若有需要,会马上赶到。 接着,他又回到常寨村,和父母还有干爹生活在一起,还嫁给了一只爱慕他的大牛,他将自己的故事告诉了大牛之后,大牛也不害怕了,觉得星儿是一个善良的女子。 从此,大家都没有听过雪山有什么灵蛇神女了,只知道常寨村有一对喜欢做善事的夫妇就是大牛和星儿,他们生了好几个孩子,生活一直幸福美满。 刚才的家立节来了, equiv意念的方式地,那是金蛇神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